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决赛 中国女排主教练 这场决赛备受期待 中国女排教练安家杰 领队赖亚文都已经现身观看比赛 总教练郎平会在决赛出现吗 天津女排拥有朱婷 李盈盈 王源源 姚迪四位国手 他们在半决赛中 以两个3比0战胜广东恒大女排 进入决赛 朱婷与李盈盈是天津女排进攻的保障 两人在联赛最佳主攻榜首 排田两位 王源源如今也逐渐成熟 她的篮网 进攻都有很大进步 自信心也增加了很多 星秀王一竹改打接应位置 也不足了天津女排的一个短板 江苏女排则拥有张长宁 共享于两位奥运冠军 他们是球队的核心人物 在今年联赛中发挥很是出色 也带动了整个球队的发挥 全苏班的江苏女排 在半决联赢两场战胜 实力强劲的上海弄 他们也更加团结 士气更旺 同为国手的二船 雕林宇在这个赛季 有肉眼可见的进步 发挥很是稳定 不仅保证了张长宁 共享于的进攻 还激活了其他队友 江苏女排 也是在常规赛阶段 唯一一支战胜过 天津女排的球队 天津女排与江苏女排 曾在2015-2016赛季 决赛中相遇 当时天津女排 在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中 以3比2险胜江苏 如今两支球队 再次相遇 双方的主帅 都很是谦虚 江苏主帅蔡兵 直言天津女排很强 好多队伍 建了天津队 都不敢打 虽然小组赛 曾击败天津 但这是 好久之前的事了 他们目前磨合得更好 要向天津队学习 天津主教练王宝泉 则表示 江苏女排今年表界 是最好的一年 从士气 信心到技术都很不错 决赛胜负 偶有可能 谁拿冠军 都很正常 蔡云与王宝泉 都曾直教过中国女排 两位曾经的 国字号教练之间的斗法 也备受期待 在本届女排联赛期间 中国女排教练 安家杰不止一次 出现在看台上 观看比赛 他看的基本上 都是山东女排的比赛 中国女排领队 赖亚文 在半决赛的时候 也现身观战 朱婷 李莹莹 张长宁 公祥宇 丁霞 严妮 胡明媛等 国字号队员 都与赖亚文 进行热聊 朱婷 张长宁 公祥宇等人 还热情拥抱赖亚文 如今 决赛即将开打 球迷也期待 中国女排主教练 郎平现身观看比赛 从8月份国家队 集训结束之后 郎平应该也有 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见到队员们了 如果决赛现身观看的话 对女排队员来说 也是一种激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不迷路